我愿称他为最帅渣男 他利用自己的个人魅力 从头睡到尾 不管是自己的上级 还是女友的妹妹 只要是女人 他都能轻松拿下 然而 男人成也女人 败也女人 因为女人 男人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男人名叫米尔金 是俄罗斯某个公关公司负责人 他做事沉稳 深受投资人的喜欢 但他做事比较激进 非常善于利用周围的女性资源 再加上米尔金长相帅气 简直就是万千女性当中的梦中情男 米尔金有一个妻子 他的岳父 则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 也正是依托了岳父的资源 米尔金才得以一步高升 岳父讲究一个文字 他听说了米尔金在外面的风流史 特意在家宴途中警告米尔金 不要做对不起自己女儿的事 不然 他会让米尔金吃不了兜着走 米尔金非常自信 他自以为做的事情 不会被别人发现 在开会途中 米尔金调戏女上级 给对方发取自己的裸照 女上级被逗得面红耳赤 最近 米尔金所在的公关公司 拿下了一个大项目 当地某家集团公司 让米尔金公关公司 提供两年的公关支持 从公司离开 米尔金先是会见了客户的妻子小美 接着又去找了小美的姐姐大美 晚上她又去参加妻子的家宴 米尔金完美诠释了 什么叫做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 然而 就在米尔金春风得意之时 意外出现了 她与小美的私密视频 被人曝光出来 米尔金瞬间跌落神坛 从万人追捧的男神 变成了人人喊打的火街老鼠 小美的老公 对此非常生气 安排手下将米尔金带走 带到荒郊野外 用枪威胁了一番 并与其解除和做伙伴关系 米尔金妻子也对她失望 搬回了父亲家居住 米尔金无处可去 只能前往大美家 但对方也知道了米尔金和妹妹的那些事 她非常的生气 两人因此发生激烈争吵 米尔金被愤怒冲昏头脑 再加上喝了点酒 一把掐住大美脖子 紧跟着画面一转 米尔金从大美家出来 身上沾满了血迹 她打开后备箱 换了一件干净衣服 开着车喝着酒 直奔酒吧买醉 期间米尔金还认识了一个律师美女 被对方带回家中 处理脸上伤口 第二天 米尔金重新调整状态 她要查清究竟是谁 泄露了自己的视频 米尔金怀疑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毕竟现在是她跟大公司签约的关键时期 可米尔金并不知道 此时的她 已经跟一起命案牵扯上关系 另一边 警方接到报警 来到大美的家 这里一片狼藉 满地都是血迹 大美则不见了踪影 警方怀疑 大美被人杀害并抛尸 警方询问公寓管理员 昨晚有谁来过 管理员描述出了米尔金的大概样貌 由于公寓是新建的 所以楼道里还没来得及安装监控 警方顺着管理员的话 展开了细致排查 米尔金为了有重回公司的机会 她联系自己的妻子 但对方不接电话 家里的门锁也被更换了 米尔金根本进不了家门 无奈之下 米尔金只好去找小舅子帮忙 两人曾是一个坑里的战友 小舅子思考片刻 最终答应帮忙 顺着后门将米尔金带回家 送进姐姐的房间 米尔金来到妻子床边 试图用还在肚子里的孩子 挽回这段感情 但妻子对米尔金失望透顶 她准备跟米尔金离婚 不管米尔金怎么说 妻子都不选择原谅她 米尔金被赶出家门 下楼时 她遇到自己的岳父 对方警告米尔金 从今往后离自己女儿远一些 米尔金回到自己的工作室 让手下员工 全力彻查视频的来源 米尔金坚称 那段视频是假的 当天下午 米尔金跟女上级见面 对方也因为米尔金的事情 受到了牵连 女上级要求米尔金 尽快将银行贷款还上 稳住股东们的情绪 同时女上级还告诉米尔金 小美被客户大佬扫地出门 其实米尔金目前的处境 非常的危险 米尔金开始四处找人借钱 可惜她现在就是国界的老鼠 根本没有人肯借钱给她 这时 米尔金想起了那晚遇到的女律师 刚好对方约她吃饭 于是米尔金再度发挥自己的个人魅力 成功拿下女律师 与此同时 警方将小美找来 询问大美的下落 小美最近忙着处理米尔金的事 根本不知道姐姐的下落 警方想知道 大美最近跟谁在交往 小美提到了米尔金的名字 警方听后感觉到不可思议 这个米尔金多大魅力 居然能做到姐妹通吃 这天 米尔金接到警局朋友的电话 得知自己的名字 出现在一起凶杀案的资料上 米尔金顿时愣住了 她回忆那晚跟大美的状况 两人发生了冲突 但因为醉酒的缘故 米尔金根本记不起来 自己是否杀害了大美 警局朋友告诉米尔金 眼下种种线索 显示她就是凶手 一旦警方找到尸体 米尔金的处境 便会变得非常危险 为了凑钱 米尔金卖掉了自己名下的一个小公司 并将钱交给女上级 填补银行贷款的窟窿 就在这时 更大的意外发生了 米尔金跟大美的私密视频 竟被人曝光了出来 警局调查员找上门 将米尔金带走调查 面对警方的问话 米尔金一问三不知 她拒绝承认自己杀人 米尔金表示 事发那晚她去了大美家 两人交流了半小时后 自己就开车离开 前往了酒吧 她有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米尔金知道 如果警长手中没有证据 那她不能扣押自己太久 就这样 48小时一过 米尔金被放了出来 她去找女律师 向对方寻求帮助 第二天 米尔金与妻子家派来的律师见面 商讨关于离婚的事宜 米尔金不想离婚 所以她与孩子的存在 要求与妻子见面谈 米尔金离开现场后 不断给妻子发去语音消息 约她出来面谈 妻子一直在逃避 同时为了报复米尔金 她也开始出门掉凯子 并故意拍下视频 只不过女人并没有太过火的行为 只具限于拍照 因为她做不下去这种事 妻子回到家 向闺蜜疯狂哭诉 米尔金这边 晚上一直住在女律师家里 跟对方亲热 白天米尔金回到自己的公司 发现员工没了 原来米尔金名下已经没有钱了 她无力支撑员工的工资 不仅如此 因为米尔金涉及到刑事案件 所以她公司合伙人的账户 也被银行冻结 眼下整个公司被搞得一团糟 银行贷款也迟迟没有下来 女合伙人对米尔金非常失望 米尔金联系女上级 询问自己公司的情况 毕竟之前她给了对方一笔现金 用来偿还银行债务 但女上级根本不接电话 另一边 警方找到了一次大美的尸体 出现在阿尔图菲沃 那个地方 距离大美的公寓非常远 驾车需要很长时间 米尔金也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进行抛尸 她从大美公寓出来 就去了酒吧 而且还有不在场证明 但警长为了尽快破案 认定米尔金就是凶手 所以她开始寻找证据 警长们来到鉴定中心 查看尸体情况 根据法医描述 法医从尸体中发现了面粉成分 晚上 米尔金堵住女上级 她不敢动粗 女上级也不想跟米尔金有任何关联 转头离开现场 米尔金威胁女上级 要说出她的罪行 女上级对此毫无畏惧 米尔金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一边是崩塌的事业 一边是即将入狱的处境 米尔金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不过再怎么困难 米尔金都不能委屈了自己的好兄弟 晚上 她来到女律师家潇洒快乐 第二天 米尔金准备乘坐飞机 逃离俄罗斯 没想到 途中遇到交警查车 交警查了米尔金的车辆 系统显示 她有50万罚款没交 身无分文的米尔金 根本无力缴纳这笔巨款 最终 米尔金的保时捷跑车 被交警用板车拉走 米尔金不得不打辆车 折返回城 但她现在身无分文 手机又没电了 米尔金只能用手表支付车费 就在这时 米尔金看到 远处出现大美的身影 她急忙下车追去 可惜对方消失不见 米尔金觉得事情有蹊跷 她来到一家网吧 给手机充电 然后上网 登陆自己的银行账号 却发现自己的所有账户都被封锁 米尔金现在不仅是一个孤家寡人 而且还是一个穷光蛋 这并不是最糟糕的 米尔金的手机 其实不是没电了 而是被黑客入侵 已经开不了机 走投无路的米尔金 找朋友帮忙 弄了一台新手机 就连SM卡都在朋友名下 她怕用自己信息注册的手机卡 再次被黑客盯上 米尔金总觉得 大美是在假死 自己现在遇到的一切 都是她搞的鬼 米尔金翻阅大美朋友的社交账号 约对方出来见面 试图从她口中 打听大美的行踪 可惜对方毫不知情 朋友告诉米尔金 大美这段时间一直在找面粉贩子购买面粉 警察来到交警大队 查看米尔金的车 寻找抛尸的痕迹 结果她从后备箱里 发现了一把带血的凶器 警察迅速将一次凶器 送去监测机构化验 只要确定上面的血迹是大美的 警方便立马对其进行逮捕 米尔金第一时间也接到朋友电话 得知了这个情况 她不敢在外面闲逛 只能赶紧找地方躲避起来 米尔金没地可去 只能回到女律师家 向她说明了所有情况 女律师一时有些难以接受 离开家去冷静 米尔金来到厨房帮她做饭 怎料 女律师一直没有回来 米尔金等困了 在沙发上睡得过去 第二天一早 米尔金被敲门声吵醒 她打开门查看 居然是房东 带着新住户入住 通过房东的话 我们得知 这套房子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租出去了 米尔金一脸懵 金帮穿上衣服离开 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米尔金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她来到夜总会 一回头 看到自己被警察盯上 米尔金把腿就跑 她来到街头 还是被人追上 米尔金试图反抗 可根本不是警察对手 她被当场制服 送进了警局 眼下所有证据 都显示米尔金是凶手 米尔金的律师 建议她认罪 届时律师会申请 对米尔金做精神鉴定 律师会动用一切手段 让米尔金的诊断结果为精神病 总的来说 从康复中心捞人 比在监狱容易得多 听完律师的话 米尔金同意了 米尔金就此开启了囚禁生活 然而 事情却在这时 突然出现转机 大梅居然真的出现了 她并没有死 大梅主动来到警局 警长都傻眼了 至于现场的血迹 大梅自称是自己割伤手 那具尸体并不是她 的确 警长之前 对于那具找到的尸体 并没有做仔细查证 眼看这种情况 米尔金只能被无罪释放 然而米尔金却怒不可 她相信这一切 一定是背后有人在操纵 米尔金必须要找出这个人 这个人给她设下圈套 并且想要毁了她 小舅子劝米尔金 不要继续查下去了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很显然 这个人拥有着很大的势力 所以 米尔金就算找到对方又如何 搞不好最后 都是洋入糊口 米尔金现在怀疑 这个人可能是自己的岳父 于是 米尔金来到岳父家探明情况 一进门她见到了妻子 随即向其表达歉意 接着 米尔金又向岳父一边道歉 一边对其进行试探问话 米尔金并没有察觉到异样 随后在岳父的帮助下 米尔金租了一间破酒公寓 暂时有了一个落脚的 米尔金开始调查 首先她要找到女上级 而女上级自从拿了米尔金的钱 整日担惊受怕 在此期间 米尔金再次被传唤到警局 女律师也来到警局 米尔金质问对方 为何要不辞而别 女律师怕米尔金真是杀人凶手 她无法接受 自己刚喜欢上的男人 竟然是杀人凶手 而且她也不能去包庇杀人犯 米尔金对女律师非常失望 两人就此闹得不欢而散 米尔金随即离开警局 回家的路上 米尔金一直在试图联系女上级 可对方始终不接电话 女上级现在 每天将自己喝得醉醺醺的 甚至都开始逐渐依赖上酒精 警长对案件没有进展 局长的意思是就此结案 这让警长非常生气 可她没有就此放弃 准备在暗地里调查 大美消失的这段时间 与谁在一起 并藏在什么地方 这晚 最熏熏的女上级 拨通了米尔金的电话 米尔金开门见山 想要把自己的钱要回来 女上级表示 那笔钱她准备 用来填补米尔金惹下的麻烦 米尔金要求跟女上级见一面 在问出她现在的位置后 米尔金急忙赶了过去 发现女上级已经喝得不省人事 米尔金招呼来自己的朋友 帮她打点滴 在此过程中 米尔金翻看女上级家的冰箱 里面空空如也 家里除了酒瓶 什么都没有 医生朋友经过诊断 女上级快要得酒精性肝炎了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尽快送医治疗 不然她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米尔金现在根本顾不上她 只是让朋友帮她打上点滴 在朋友的帮助下 女上级脱离危险 可她仍在宿醉状态下 米尔金在其身边沉沉睡去 直到第二天醒来 米尔金突然发现 女上级不见了 她起身来到客厅 看到女上级坐在厨房 她想要吃东西 米尔金下去买 没曾想 在此过程中 女上级一时想不开 离开了这个世界 另一边 小美和大美一直在私底下会面 不知道在密谋着什么 米尔金买完事物上楼 发现了女上级去世的情况 不久 警察赶到现场 对尸体进行勘察 米尔金被警方问话 询问女上级昨晚的情况 米尔金如实回答 没过多久 警长得知消息 来到案发现场 现在连续两起案件 都与米尔金有关 警长对她开始格外关注 米尔金虽然不待见警长 但也要配合警方工作 米尔金也不理解 女上级为什么会想不开 她走的时候 女上级情绪相对稳定 随后 米尔金将女上级 投她钱的事情说了出来 警长没有在这里得到什么线索 便放米尔金离开 后者静止来到之前的公司 找到自己的女合作伙伴 今天早上女上级说了很多关于她的事情 女合作伙伴似乎背着米尔金搞过什么事情 并且女上级透雷的钱都被女合作伙伴拿走 偿还了公司债务 但女合作伙伴却没告诉米尔金缓接债务的理由 将她赶出公司 米尔金希望女合作伙伴给她一个交代 不然米尔金便准备利用自己的手段 去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公司 米尔金走后 女合作伙伴非常紧张 回到楼上办公室 大口喝着矿泉水 米尔金这里 去找妻子跟她道歉 希望她能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获得对方的原谅 然而妻子认为 米尔金现在 除了能给孩子带来麻烦外 无法提供任何东西 所以拒绝与其和好 米尔金开始调查 女上级死亡背后的原因 发现她在公司 存在财务欺诈问题 而且已经被总公司发现 女上级填补不上窟窿 又不想去坐牢 最终选择了这一条不轨之路 小美自从被发现出轨后 遭到丈夫误打 赶出了家门 小美气不过 居然回头上节目 职责丈夫家暴自己 而她之所以选择出轨 也是因为丈夫冷淡她 小美逼不得已 才出去找男人 大佬看着屏幕里的小美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警察找到女合伙人了解情况 目前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女合伙人私下 与女上级沟通密切 而之前失踪的大美 也跟女合伙人有来往 所以警察怀疑是女合伙人 跟这些人联手做局 将米尔金踢出公司 女合伙人对此并不承认 大佬看完视频 非常的气愤 他安排手下去勾引大美 完事后用电棍威胁对方 将小美约了出来 当天晚上 小美准时赴约 却迟迟不见姐姐的身影 没过多久 大佬出现在小美面前 后者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小美非常淡定 拿出手机准备报警 要挟大佬放了自己的姐姐 大佬不想将事情闹大 发消息给手下 让他放大美离开 第二天 米尔金了解到大佬的处境 私下找到对方跟他合作 一起解决目前的处境 米尔金希望大佬 能帮他先夺回公司 米尔金认为 在小美和大美的背后 一定有高人指点 大佬可以帮助米尔金 但他有个前提要求 那便是不能以任何方式 把警察牵扯进来 一旦警察介入 事情便会变得麻烦起来 米尔金答应下来 在此期间 米尔金跟妻子联系 对方同意跟他见面 两人多日未见 一见面就是干拆烈火 米尔金也不管妻子同意与否 两人发生了关系 米尔金搞定完妻子 腾出手来对付外来人 妻子也回家通知父亲 自己准备搬出去住 父亲虽然有些不悦 但还是理解的 毕竟 女儿肚子里还有这一个孩子 米尔金在大佬的帮助下 一步步从女合伙人手中 把公司重新夺了回来 米尔金回归公司的第一天 受到同事们的热烈欢迎 女合伙人也不得不离开公司 同时 米尔金也开始 对小美针对大佬的家暴指控 寻找证人 根据朋友们的描述 他们以前 从未见过小美鼻青脸肿 身上有一点欲青 整件事情的局势 开始逐渐发生改变 可小美不会放弃 她找律师帮忙 令米尔金没想到的是 这个律师 居然就是之前跟自己睡过的女律师 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起来 女律师出招 希望对小美的孩子 做一定的心理测试 并从中帮助小美 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小美拒绝这个提议 她不能把孩子牵扯进来 那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可女律师依旧我行我素 不久 大佬得知了这件事 联系小美 如果她再一一孤行下去 自己会把她埋了 事情发展到这里 小美也知道 女律师把自己孩子牵扯其中 立马跟对方沟通 女律师认为 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他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将大佬弄到谈判桌上 而不是取证 只有到谈判桌上 小美才能通过协商 拿到想要的财产 无奈之下 小美也只能妥协 画面一转 米尔金单独找上女律师 询问她到底在做什么 或者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她就是在故意 针对大佬跟米尔金 几年前 女律师刚坐律师那会儿 就碰上一起案件 被告人是米尔金的顾客 同时也是大佬的朋友 大佬让米尔金 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件事 于是米尔金玩了一个阴招 找人往女律师酒杯里下药 将其迷晕后 录制下不雅视频 并让她错过第二天的庭审 在这种情况下 米尔金方大获全胜 最终顾客无罪释放 而女律师却就此身败名裂 她一直在找机会 想要报复米尔金跟大佬 第二天 在女律师的操作下 大佬坐上了谈判桌 就孩子抚养权 以及财产分配问题 进行了探讨 小美坚持要拿到孩子的抚养权 大佬只肯给她无限制 接触孩子的权利 只不过 这种权利有一个条件 那便是小美必须回家 小美破天荒地同意了 这让女律师 感觉到非常不理解 当天晚上 小美回到家 跟大佬睡在了一起 两人似乎重归于好 女律师所做的一切努力 似乎都竹篮打水一场空 故事发展到这里 导演为我们揭开了 一切事情的真相 米尔金从头到尾 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女律师 联合大美跟小美搞的鬼 为的就是彻底击垮米尔金 大美跟小美的视频录像 也都是女律师准备的 就连大美失踪 跟米尔金后备箱里的凶器 也是女律师等人做的 除了大美和小美 女合伙人以及女上级 都是跟女律师一伙的 其实这些事情 米尔金已经查了出来 可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妻子 居然也跟女律师是一伙的 最开始女律师找的人 就是米尔金的妻子 她将米尔金的真实面目 告诉了女人 之后 女人答应跟女律师联手 对付米尔金 当然 女人肚子里的孩子 也是假的 根本不存在 女人采取杀人诛心的方式 对付米尔金 这让她感觉到深深的绝望 小美这边 虽然回到大佬身边 但她与对方并不同心 并且有自己的打算 影片最后 小美毒杀了大佬 获得对方全部的财产 米尔金也从此一蹶不振 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片名 玩物们 一部俄罗斯剧集 看完本片总结一句话 男人不能花 因为那都是情债 早晚是要还的 该片剧情平顺 只是有些虎头蛇尾 不过整体还好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本人解说的 麻烦留下个关注 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